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这个叫可编电阻模组 我们不是要用这个不要紧张 我先把它介绍完 这个就是它可以改变电阻的大小 那改变电阻就可以改变电流 这个到时候再说 那这个叫做滚珠开关 它里面有一个小的铁珠子 钢珠 然后这有两根线 这两根线呢 如果你珠子滚到这边来 就不会接触到 所以它就是断掉的状态 那如果珠子滚到这边来 就会接触到两根线 就相当于把它连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类似开关的作用 这个叫做摇杆 你们打电动的时候都会用过摇杆 对不对 一样的东西 还有X轴的方向可以移动 Y轴的方向可以移动 还有一个可以按下去的按下去的按钮 那这个 看一下 这个叫光线 光线这个东西叫光敏电阻 它会根据今天光线的亮度 来改变它的电阻的大小 就是它光线的亮度会改变它的电流量 改变它的这个电流量 好 所以光线可以侦测 好 再来这个叫做红外线接收 这个东西在你的电视里面 冷气里面都有 只要你有用到红外线遥控器的 接收的那个机器都会有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遥控的时候就是对着它按 对着它按 就会接收到那个红外线的资料 所以它这个是接收的 这是接收的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是测温度的 它是温度的改变 会改变它的电阻的大小 所以相对的电流的大小就会改变 所以这个东西是触控的 触摸的不是触控 所以它是接触型的 所以你要摸着它 或者接触到那个 你要测温度的东西 然后它的电阻就会改变 所以温度也可以感测 温度也可以测量 这个是红外线的发射器 刚刚我们有讲一个接收器 对不对 这个是发射的 所以你的遥控器里面 就会有一颗这个 你回家看那个遥控器的前面 你从前面往前面看 里面就会有一个LED 这个就是红外线的发射器 所以以后你们家的红外线 如果没有就是换了电池也不能遥控 有可能是这一颗坏掉 你要买一个回去换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这一个看不清楚的这一个 这个是背面 这个是正面 这个红外线的发射器 这个红外线的接收器 它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这一个可以当做 那个侦测前面有没有东西 就是我们在坐车子的时候 这个会装在车子的前面 作为侦测有没有障碍 或是循着线 叫循线的感测器 或者是避障侦测器 躲避障碍的侦测器 好 然后这个是围动开关 或者有人讲碰撞开关 有人讲极限开关 它其实也是一个按钮 一个开关 但是因为它加了这个铁片 弹簧的铁片 所以你稍微碰一下 不用很大力 稍微碰一下 它这里就会被按进去 所以这个东西 比如说用在电梯 你电梯你快要被夹到了 那个门突然关起来 你知道中间那个门 按一下有没有 那门又打开了 就是碰到这个 或是说它 它到二楼 它知道它到二楼 因为它碰到二楼的这个极限开关 或是说 你去撞到墙壁 它知道 机器知道它撞到墙壁 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开关 好 这个是风鸣器 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东西 所以请你把它拿出来 这个风鸣器就是一个类似警报器 它会发出声音 那风鸣器有两种 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一种是可以调那个音调高低的 所以它可以发出完整的声音 不管你要什么音调 都可以发出来 另外你在外面你在厕所按的那个警报器 厕所不是有那个紧急的按钮吗 对对对 那个警报器它是固定的声音 它不能调高低音 那个叫固定的 那我们这个是可以变声的 好 那这个先把它拿出来 我们等一下再来用 好 那这一个是 这一个是按钮 我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但是这个盖子我的已经不见了 所以你们上面应该还有盖子 它是一个按钮而已 跟刚刚那个极限开关有点像 就是一个开关 然后这个是温湿度的 这个里面没有 这个里面没有 好 好 所以各位刚刚那个风鸣器拿出来 然后一样它有三根线 所以你要拿一个三pin的 三条线的这个接线 杜邦线 我们叫杜邦线 对 然后你看它一样有GVS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GVS 那G就是接地 V就是正电 G是接地 V是正电 所以等一下你接哪一个颜色 你就 那个接G的那个就要接到G 好 所以我拿了这个线 因为没有黑色 也没有绿色 也没有咖啡色 也没有白色 所以我就自己随便找个颜色接 你要认自己认颜色 像我现在如果接到是红色 那我等一下G就要接在红色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颜色要自己注意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很多钱 买了很多这种线 那我就大家都用统一的颜色 这样就不容易错 好 那风鸣器呢 它也是接在数位输出的位置 所以换句话说 这边都是数位输出 长的这一排 长的这一排都是数位输出 那0跟1是不能用的 0跟1不要用 为什么0跟1不要用 好 因为0跟1是 它是跟那个我们电脑做通讯用的 对电脑我们是插了USB线吗 那个USB线里面有两根是用到这两根 所以你不要用这两根来做其他的功能 就把这两根永远空下来 好 所以从2到13都可以用 你随便找一排 随便找一排把它插上去 那刚刚5号、6号、9号被我们用掉 对不对 所以5号、6号、9号你也不要用 好 所以你可以插2号、可以插3号 可以插4号、7号、8号 11、12、13都可以插 如果你要跟我同意的话 我就把它插4号好了 好 所以刚刚你插在G的那个颜色 记得G要插在哪里 上面黑色这一排 看到吗 GVS有看到吗 这三 这几排 上面这一整排都是G 都是JD 中间这一排都是V 下面这一排都是S讯号 所以我就找一排 如果我找4号 我就这一整排整个插上去 所以GVS要插好 要插对哦 你要3号你就插在3号这一排 你要4号你就插在4号这一排 然后G要对着G V要对着V S要对着S 插好之后一样绕一圈 先把它放着 把它压在下面 这样就不会跑来跑去 好啊那个面向下面向上都可以 没关系 因为它是发出声音的 它不用看到光线 好 所以你就一样把它放在旁边就好 灯要不要拆都没关系 建议你不用拆 因为等一下我要出个小作业给你 所以你不要灯不用拆 好 所以这是风鸣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程式 好 风鸣器在用的时候 好 那我们 灯如果不用了 我们就可以也不用启用 没关系 如果你觉得它刚刚还很亮 你就把它都设为0 然后点一下 它就会关掉 对不对 随便你 好 那我们来用风鸣器 风鸣器它有特定的按钮 它有特定的积木 所以我们一样要启用 可是呢 你启用这边 它叫做音调的输出 所以你要把 你刚刚选的角位 你选3号你就打3 你选4号你就打4 然后这边要选成音调 音调3号 对 然后呢 那个控制播放音调的是这一个积木 它是专有的积木 专有的积木 好 角位要跟刚刚一样 好 然后这个频率就是声音的高低 时间就是它弹奏这个声音的时间 minisecond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500minisecond就是0.5秒 好 那我就点点看 各位有听到声音吗 有 所以这个就是频率在1000的时候 它弹0.5秒 所以如果你要低音一点的话 就把这个数字调小一点 声音就比较低 调高一点 声音就比较高 你先试试看 好嘞 2 6 2 1 2